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在台東偏遠的大武鄉 胡國慶傳道和太太高美玉 每週不辭辛勞的 從台東市 開著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到大武福音中心 來陪伴關懷這裡的居民 也透過信仰的分享 讓他們的心靈能有依靠 現在的胡國慶 雖然是熱心助人的傳道 但是在年輕時期 也曾經陷入彷徨無助的低潮 因為擁有音樂天分 嘹亮的歌聲 讓他在高中時期 屢獲歌唱大賽的冠軍 然而在眾人的掌聲中 他逐漸沉溺於酒精和混亂的情感 以至於進入職場 從事警察工作 依然只求生活的安穩 直到他經歷一場疑似腦瘤的大病 他的人生才驟然改變 朋友們你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 真情部落格 我們今天的來賓 從小很會唱歌 他會唱歌到一個什麼地步 就是他高中的時候 去參加全線的比賽 拿下冠軍 而且你知道嗎 他打敗的對手是張惠美 這麼會唱 這麼厲害 但後來沒有跟張惠美一樣 走上了歌星意圖 他變成去做警察 而現在身分是一位傳道員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 歡迎胡國慶 國慶哥你好 江如好 叫國慶是不是生日就在國慶日 是的 對不對 我就在想 應該是這個 是 從小就很愛唱嗎 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是高中的時候 才發現我有一個歌唱的天賦 就是有一次高中一年級 我去參加一個民歌比賽 那時第一名的是曾淑琴 那時我去參加這個比賽 第二名是現在的男王姐妹花 就是他們主唱片 那時我才高中一年級 然後學長慫恿我去參加各唱比賽 去了以後我獨唱 那一次我得了第三名 從此我就覺得我唱歌還不錯 就對自己越來越有自信 然後當時台東有三地聯誼會 每次三地聯誼會都有比賽 從那時候開始就開始冠軍 然後就參加了一個 那個時候叫做飛揚的一代 是全台中縣的所有的高中 跟國中生一起的比賽 就是連續的兩年我都得到 就是全縣的冠軍 因為台東就原住民本身還滿多的 然後大家都覺得原住民本來就很會唱 是 所以你能夠在那邊拿冠軍 我覺得真不簡單 我剛剛還說是真的打敗張慧妹 那時候張慧妹可能比較年輕一點點 所以贏她並不是 我覺得是一個巧合 但現在講起來好威耶 就像我在歌唱比賽贏過 張慧妹的獎聽起來不得了 所以除了唱歌之外 音樂其他的就是 你剛剛講彈吉他也彈 高中二年級開始學吉他 就看別人彈吉他然後我就學 看別人就自己學這樣 那還會其他的樂器嗎 像貝斯這些東西 像連包後面的鋼琴 包含鼓 都是用看的 我就覺得這東西都很簡單 用看的你覺得 用看的就會 所以然後就開始也會自己創作這樣 就有點無私之痛啊 就是那時候有一點點小小的才能 就是這樣 我真的好羨慕這種用看的就會的耶 我那時候台東好像很多人 我周遭的朋友好像都是這樣的人 所以當時我也不會覺得 你不覺得有什麼特別啦 沒什麼特別 大家都這樣 所以確實語聲就聚來一些特殊的音感 然後會對音樂特別的興趣 對 那家裡頭的人應該也都知道你喜歡音樂吧 我爸爸是國小的校長 他就因為從以前當老師就特別特別的嚴厲 關我們特別的嚴厲 然後他不希望我就是唱歌 他希望我去當老師 因為我爸爸是國小的老師 所以他很希望說 那時候我考上東中的時候 東中還可以保送所謂的詩願 所以爸爸當然是心裡望著自己孩子能夠成龍 當然能夠有一番的作為 所以爸爸那時候就不希望我們去唱歌 就把焦點轉移了 可是我就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唱歌 所以常常都是偷偷摸摸的去 你會到外面駐唱嗎 會去駐唱啦 然後就會騙爸爸講說我去補習啦 然後就去幹嘛 其實都是去外面去唱歌啦 在台東那個環境有哪些地方 可以讓你這樣唱歌 當時的我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台東還有滿多間的民歌坊 那時候我們可以 因為畢竟我是就是在台東比賽 然後得到冠軍 所以很多的民歌戲餐廳都會邀請我去 那時候我也會吉他的 他們也認為我還算不錯的歌手 所以就那時候高中就 晚上都是去民歌戲餐廳去唱歌 然後跟爸爸說我是去補習這樣 我是去補習 實際上是去跑去唱歌 最後還是知道了 最後還是知道了 對 就不讓我出門啦 可是不讓我出門 我仍然就從樓上跳窗戶 然後繼續去做 去從事這些事情 就是真的很喜歡音樂了 可是就爸爸 假如多一些傳統的想法 就會覺得說 學音樂以後要幹嘛呢 對不對 是 所以爸爸才會想像你做老師 一個文文脫脫的工作 那你這樣有辦法好好念書嗎 每天晚上都在外頭唱歌的話 因為畢竟在你去唱民歌 像我的心不是很定 然後民歌西餐廳都有一些 比較是成人的這些歌手 就是他們那時候的生活也 常常都會喝酒 所以也漸漸的就跟他們 有時候混太久 然後我們加上自己不知道節制 漸漸的有些習慣就養成了 會跟他們有時候就是唱完歌了 就沒有回去 然後就會喝酒可能喝通宵 所以就生活也就 就開始有點混亂 就走偏了路 就走偏了 那成績就顧不上了 成績不是 那時候對我來講 成績就不是很重要 成績就不是很重要了 對 可是爸爸很注重這件事情 所以就回家就不免打罵 小的時候 我的爸爸就是因為是 是學校的老師 學校的教導 這個對他來講面子很重要 當學校老師 其實孩子當然都 功課都要很好 所以以前爸爸都會拿 以前的考卷好像就是 就是基本上都 每一個學校好像基本都一樣 我爸爸那時候 還是在其他學校 他會拿他們學校的 好像當時我們鄉下的學校 考卷都是同一個 他說會把他們學校 考卷先讓我考 考完了以後 然後就稍微盯正 我第二 我當然回到學校 那是對我來講 已經是考了第二次 當然在學校 當然是名列前茅 所以就這樣 就這樣大概國小 一年級到三年級 都是 都成績非常好 直到我們 因為爸爸就覺得說 我們必須要搬家搬到市區去 是 搬到市區了以後 就真的見真章 所以成績當然就跟市區的人 那個 學生 然後又沒有考卷 就沒有 可以讓你預先復興 預先復興 所以那個當然考出來 就不盡理想 所以父親就真的很生氣 怎麼會這麼不成才的兒子 對啊 就常常會很多人打罵 那給你帶來一個 什麼樣的壓力 我對學習就很害怕 就覺得自己好像 不是天生 不是讀書的料 就常常就覺得 學習可能對我來講 可能我就不是讀書 就不 我就是不夠聰明 覺得自己不夠聰明 不夠好 就你就找不到讀書的 樂趣跟目標 所以就成績都一落千丈 雖然胡國慶在課業表現 並不突出 但他的音樂才華 卻是令人驚豔 不僅有優美的歌聲 寫歌 鋼琴 爵士鼓 也樣樣難不倒他 那有一次他高中的時候 他跟那個什麼 張惠妹他們去比賽唱歌 高中的時候 然後他爸爸就告訴我說 你兒子要有一個比賽 有音樂比賽 我們來去看 我們就偷偷摸摸去看 因為我們希望他好好讀書 他不要往這邊去走 因為他爸爸說 搞音樂的一個男生 以後長大的時候不好 他爸爸這樣講 那我就跟著啊 所以我就不喜歡 那我們就去啊 他說奇怪 這個孩子怎麼歌聲那麼好 他就看完就說 還有一點像爸爸一樣 我覺得他唱歌的聲音 非常的好聽 而且很像我們那個年代 有一個聲音叫音正陽 就是那種聲音是很高亢 很清亮的這個聲音 然後而且我覺得他 他不只是唱歌很好聽 而且他非常有寫歌的才華 我記得我以前去他的教會 他教會每一個禮拜 都會唱一個歡迎的歌 就講說台東靈良堂 是我們的家 那就是他寫的 那其實我的教會 以前也有唱一首歌 就說Hallelujah 你要唱希勒 因為耶穌就在你身旁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這個也是國慶所寫的歌 而且他這個寫歌 有厲害到一種地步 就是有一點像人家講說 那種七步成詩 他好像在很快的時間內 可能譬如說 你現在給他十分鐘 他就可以寫一首歌 然後從歌詞 然後到曲調 所以對他來說 寫歌是個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他可以寫歌 他可以唱 而且他很多樂器 是無私自通 像他這些keyboard 然後吉他打鼓 然後樣樣樂器 好像他都可以 他都很擅長 所以去考警察這裡是跟爸爸有關嗎 當然是跟爸爸有關 因為我就覺得跟我一起唱歌的人 唱到後面 民歌坊開始在關門的時候 你也看不到你人生未來 有什麼前途 所以那時候剛好也面對 有警察專科學校的考試 有人給我這個簡章 所以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就去當警察 也就跟著別人去當警察 就只是想求得一個工作 也覺得比較安穩的一個收入 是 但沒有想到你上班第一天 就發生了大事了 學校畢業的時候 我就填回自己的故鄉 到那個單位報照的時候 就很特別 以前那個時代是左輪手槍 要轉轉轉的那個 就是那個西部牛仔在用的那個槍 當時我剛去報照 衣服穿得非常整齊 穿得燙得非常挺 我坐在那個警備隊的辦公室 我永遠記得是晚上的六點 這是我生平第一班的警察的巡邏 那時候進來的學長 他們都很喜歡玩槍 就在那邊轉 然後轉著左人手槍 就在那邊轉 就覺得自己很帥 有的會把這個子彈呢 會把一個退彈的那個柱子 你這樣壓下去子彈都會掉下來 他們會把子彈弄下來 然後就用玩那個俄羅斯轉盤 可是裡面沒有子彈 然後會這樣轉轉轉 然後會對空砍 就這樣他們就覺得很好玩 那時候我去第一班 然後我就跟著這個 差不多大我一歲 差不多大我一起 所以本來是你們兩個配著 要一起出去學多的 沒有 她是直班的 她準備要下班 她準備要下班 我就坐在那裡跟她聊天 因為我第一天當警察 我真的又很興奮 可是又很緊張 然後她就在那裡講 在台東當警察 很安全啊 就很單純 說待會她六點下班以後呢 她就要出去 去釣魚 然後她接輪修 她就要釣魚 然後她也跟我分享說 她準備年初的時候呢 就要跟女朋友結婚 所以她就覺得她的人生 她就把她分享 跟我分享說 她在台東當警察 很開心啦 非常地開心 非常地棒 這時候突然之間呢 就開始陸陸續續 所以很多人進來 進來真的有一個學長 我記得那是她的表哥 他們是表兄弟 那是她的表哥 進來呢 她也是一樣 就把子彈 退掉 退掉 然後也是在那邊轉 這邊轉 這邊轉 突然之間 她就看著那個 她看著她的這個表哥 就講 不要在那邊玩啊 玩像很危險啊 有種就打這裡打這裡 當時她講台語 怕家怕家怕家 我知道她的子彈已經卸下來 因為我有看到她的帽子 那帽子的子彈卸下來 也不知道她哪來的想到 她也不知道為什麼會 她就拿起她的槍 就對著她的頭 就直接擊發 砰 子彈就直接穿過 那個人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 還在跟我講說 她的人生多美好 跟我講說準備要結婚 準備要去釣魚的那個人 就倒在地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啊 噴雪就一直噴一直噴 就在那邊噴 然後我就看著她在地上抖 然後 所有人都嚇壞了吧 當下呢 二十秒的時間 辦公室有很多的人 大家真的嚇傻了 安靜了二十 他們二十秒的時間 回過神的時候就有人講說 趕快送醫 當時我就抱著他 然後那個血就噴在我第一天 上班的制服上 上班的制服 都還沒有出勤 就還沒有出去 那個衣服就都是血 然後送到醫院去 那天晚上送到醫院去 凌晨兩點就宣告 宣告死亡就死了 然後那個當下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然後 後面將近有一個月的時間 我 都不用巡邏了 每一次 我要上班 學長就是直接派我們這種 學校剛畢業的 醉菜的 醉菜的 直接就到 就到臨場去 就去守夜 就是坐在那邊 就穿著制服 坐在那邊 我每天看著他的未婚妻在那邊流淚 在那裡哭 叫爸爸媽媽 每次叫爸爸媽媽在那裡哭 然後看著他最後要入關的時候 是穿著警察的制服入鍊 然後看著他的未婚妻跟著走 可是他又不是他的妻子 然後我就覺得 人生真的 真的很短暫 你那個時候 剛要準備到你才20 那時候才20歲 20歲 我記得20歲 這個東西就造成我就覺得 人生非常非常短了 應該要好好的過生活 所謂的好好的過生活就是 必須要及時行樂 因為人真的很短 所以你說從那個關鍵時刻開始 你就變成說你覺得 人生要及時行樂 是 今朝有做 今朝醉 今朝醉 工作還是很任何去做 下了班 就可能就會去一些 像喝酒的地方 然後甚至曾經 就是為了要出去玩 那時候就 大家都覺得我是網咖 所以我那時候 就帶了100萬 還去銀行 因為公務人員 信用貸款很容易 因為我們的薪水還滿高的 警察 對 因為警察很多家籍 所以就去帶100萬 帶這個100萬來 不是要來去買什麼東西 這100萬是純粹就是 準備出國出去玩 我為了這個貸款 帶100萬 為了這個就帶100萬 因為可能 他懸不過一次100萬 這樣花的會比較好 比較暢快一點 比較暢快一點 所以就 就是 力行你即時行 即時行樂 即時行樂的人生哲學 而且我也覺得過得很快樂 你覺得 喔 你不會有一種 玩到一種程度 會覺得好像有點空虛 你知道有時候 玩的會覺得有空虛感 玩完之後有種空虛感 我就覺得人生就 你不需要有什麼目標 人生就是快快樂樂的活 所以那時候我有請釣 釣到外島去 釣到蘭嶼去 釣到蘭嶼去 因為那邊根本沒有事 平常是真的都不需要 處理什麼事情嗎 一個警察 那邊沒有什麼事啊 那邊了不起就是 可能什麼豬啊 誰的豬 跑到那個 他的菜園裡面 不然就喝酒打架 不然就 一些都是很小的事情 那種都已經在台灣 已經處理到很熟悉了 所以處理這種事情都很容易對 去那邊根本就 對我們來講 根本就叫做沒事啊 很開心 我非常快樂 非常快樂 對 真的都不想回來 隔天要結婚 我喝到早上五點 因為結婚都要站著 從頭要站到我 不站在牧師面前 那個釣到傳到 就是看我臉色發白 我都快要站不住了 因為喝了 根本體力就已經耗盡 牧師就真是拿椅子 讓我坐在那邊 肚瘦到這種程度 對 所以是美玉就站著 我是坐著 這樣完成結婚 從事警察工作的胡國慶 面對工作只求輕鬆度日 但績效表現卻是非常傑出 不但年度評比為假等 更通過三等特考 拿過極有遠景 極有家庭暴力防治官 他的能力在同才之間 是有目共睹 記得有一次警局 分配他一個 調查刑案的一個任務 他其實那時候已經在 難以相公所工作了 特別請他回來去 偵辦一些刑案的部分 他那時候偵辦這個時候 是因為有分很多組 還有部分作業去辦理這件事情 我看他都每次要做一些筆記 要去訪查 非常的認真 還好他所收集的一些情報 跟別人還要詳細 我覺得他工作非常的 非常用心 非常認真 譬如說外國人進來 進來我們東部這邊 然後他攔檢他的時候 可能這時候就需要用到英文了 可是他同事總是有時候就 沒辦法搞定 他只會說來 國慶 拜託你幫我處理一下 然後國慶 我記得他說 剛開始第一次的話 同事不了解他人那個時候 他一開口的時候有沒有 同事就說 哇 國慶 那麼厲害 你連這個英文都可以搞定他 所以當初他 他們的副所長還是所長 有想要拉拔他 就是讓他做一個生子 當一個副所長還是所長的位置 國慶因為他自己這個 即使行樂的人生哲學 驅動他最後跑到蘭嶼這個地方 來當警察 因為他覺得這邊實在太輕鬆 太開心了 不過也在 他在蘭嶼的這段時間 認識他的妻子 今天也來到我們現場 美芸 妳好 妳好 所以你們兩位是在蘭嶼認識的 不是 我是在我堂哥的婚禮 你堂哥的婚禮 對 他是第一次看到我是 在我堂哥的婚禮 後來因為他想認識我 然後他就找我堂哥說 約我去吃飯 所以你看到這個女生 就有特別感覺 她是我那時候看過最美的女生 超美 好會講話 所以你那時候去參加這場婚禮 對這個女生印象就很深刻 非常深刻 然後我就開始到花店 我去買畫 然後就請花店的人 每天在她上班前 一定要送到她服務的單位 放在她的桌上 送一個月的包 哇 很有心很認真在追女朋友 可是那個階段其實 你只有追這個女朋友嗎 那時候就比較不會想 所以也追她 然後同時之間也跟其他人在交往 那後來你去蘭嶼之後 你就變得有點要遠距離戀愛是不是 對 所以她常常找不到我 對 因為她那時候在這個縣政府工作 她就請 剛好蘭嶼有缺 她就也請調到蘭嶼 到蘭嶼中學去當幹事 蘭嶼中學是在野游 是前山 我服務的地方是屬於後山 所以蘭嶼也不大 可是晚上的時候 因為她白天要上班 晚上要騎摩托車到另外 她要必須要到兩個村莊 就等於必須要經過兩個村莊 才可以到我那裡 騎摩托車這樣騎 晚上都是動暗暗的 也沒什麼路燈 那風一吹來很比較恐怖 所以 她比較沒有到我的辦公室 所以你就可以同時 進行很多縣的感情 在她也沒有去蘭嶼之前 我就是因為在蘭嶼 會跟一些人一起出去玩 所以當時就會有比較 比較有 比較一些親密的朋友 就比較友好的朋友 所以當時她到蘭嶼去服務的時候 反而就會讓我就很 有壓力了 很大很大的壓力 就曾經有飛到 同時之間飛到蘭嶼去 我說那時候 我真的生平第一次覺得 會把我嚇到 我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因為蘭嶼的島這麼小 同時人都 同時人到底是幾位啊 不是 她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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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上也跟 另外兩個也比較親密一點 然後在台灣那邊飛過來的 還有飛來兩個 所以同時有五位 在蘭嶼的小島上 所以那時候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要躲在哪裡 我就覺得 這個島就那麼小 你一出去 蘭嶼就只要你騎摩托車 就載一個人 整個槍 就整個這個島 就會講 國慶今天又載一個女生 我就很怕 大家又說傳… 都不用坐人了 所以我當時 不知道去哪裡 我就躲起來 跑到別人的宿舍躲起來 可是從台灣特別飛過去 就是要去找你的 要問他們去幹嘛 所以就必須要編很多的謊言 那你都說些什麼呢 辦什麼案子 現在在辦什麼案子 然後現在我們沒有辦法 然後這個演不下去 這個騙不下去 就只好 就到機場去 然後就直接就化位 就跟這個 當時這個長官請假 我就直接飛回台灣 因為那個 我沒有辦法面對 嚇唆這樣 不是 因為… 怎麼會這麼厲害 五個人都全部都到了這樣子 這種情節 可能只有電影才會演 那梅玉你在跟她交往的時候 有發現她就是 還跟其他女生 就是會一起出去玩 什麼的 其實有發現 你其實有發現 對 你是怎麼發現的 或是你是察覺的 對 然後我就問她說你是誰 她就說 我是她的女朋友 這樣 我當時就忍住 我說女朋友 然後我就說 那她回來我再跟她說 這樣 電話就掛掉 然後回到家的 她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問她說她是誰 這樣 她就說那是前任女朋友 對啊 那妳就不追究了吧 有跟她提過分手 可是因為自己對這段感情比較 就是可能太深了 所以就沒有放棄 對 只是交往的過程當中 也有分開過一段時間 而後來還是自己主動打電話給她 那國際妳是怎麼樣後來 把自己感情生活 稍微處理得比較單純一點 這樣比較複雜的關係 有一段時間 真的也很辛苦 所以突然之間就 有一個念頭說 該結婚了 那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要結婚 那跟其他女生就是 斷絕臉部這樣 當決定要結婚的時候 我就開始 就跟每一個女生去道歉 那麼講說 我要結婚了 有些女生有些情緒的反應 也被女生打啦 被罵啦 但是也不知道當時是哪來的 那麼大的勇氣 就一個一個去面對 所以就把這些過去自己 所做的事情 有去做一個合處 把它處理完畢 那妳聽到國際跟妳求婚 妳的反應 竟然不真實啦 可是就想要等到那麼久了 然後她也提出了結婚 然後其實心理上自己 心裡是滿願意的 那爸爸媽媽看了她之後呢 媽媽就覺得說一個條件 因為媽媽是一個非常敬虔的基督徒 她說要結婚可以 就必須要再教會結婚 我說OK啦 反正結婚我人到就好了 我要結婚的時候 就告別單身 七天 我七天都在狂歡中 隔天要結婚 我喝到早上的五點 天啊 然後所以也搞不清楚 到底有沒有睡覺 因為結婚都要站著 從頭要站到我 就站在巫師面前 那個症到傳到 就是看我臉色八白 然後我都快要站不住了 因為喝了 根本體力就已經耗盡了 所以一直冒冷汗 所以那個牧師就請 請人把我解開 然後甚至拿椅子 讓我坐在牧師的那邊 就坐在那邊 宿醉到這種程度 對呀 所以那我 所以是美玉就站著我 是坐著 這樣完成結婚 對 而且是在教會 美玉你碰到這個先生 這位新郎 是這樣的狀況 你是一路不會一把火嗎 其實當下沒有生氣 你沒有生氣啊 沒有 對 我就覺得說 都要結婚了 你怎麼會有這種狀態 那你不會覺得 有一些擔心嗎 想說這人到底能嫁不能嫁 到底可不可靠啊 其實我不知道 就是已經結婚了 可是那個心是雀躍的 為人婦了以後 昨晚就覺得 好像跟我爸爸在一起的時間 並沒有那麼多 在過去 因為表現得不是很好 也可能 不太懂得 抓住父親的心 所以跟父親的關係 是很遙遠的 如今已經 身為為人父 當自己在跟自己的孩子 在互動的時候 才會看見 做為一個父親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到每一次呢 當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時候 就會想念到自己的父親 因為喝酒婚睡 而錯過去見病重父親的最後一面 胡國慶滿是懊悔 加上旁人也不看好她的婚姻 更是讓她有所警惕 因此婚後的她 反而有了責任感 讓自己脫緒的行為有所收斂 美玉是一個非常溫柔的人 對 她又很忠心 所以她經常就是都在 國慶的旁邊 對她很有幫助 她的脾氣 還有國慶的脾氣比較衝 因為她當警察嘛 對 但是我覺得美玉就很溫柔 她有那個阿美族的女性的那個特質 國慶傳道曾經有一次分享 她說她以前很花啊 然後我就在想說 哇 美玉師母這麼漂亮 你還很花 後來她講了一句話 我很感動 她說我這一輩子 大概除了這個女人以外 不會再有別人 就是對我生命當中那麼有意義了 那這件事情我很感動 可以想像說她 她長得很高 然後有沒有很帥 我是不知道 但是她也很會唱歌 一定很迷人 又很會寫歌 所以很多很多的女生 對她很著迷 然後她就說到說 她怎麼樣子 讓這個女生很失望很傷心 就是她的太太 一直到她得了腦瘤的時候 她看到她的太太 躺在她的身旁 她就發現一件事情 沒有任何人會像她的太太 這樣子的愛她 照顧她 陪她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所以她就完完全全的悔改 完全的改變 剛剛開始她到教會去的時候 她的太太還是在想說 你是不是要到教會去把妹了 她說因為 教會會有很多漂亮的女生 她說是不是你是為了這個 但是後來發現 她真的完完全全的改變 所以你們結完婚之後 你還是過著開心的旅子嗎 朋友都說嘛 你幹嘛要結婚 你結婚大概一個禮拜就會離婚 或兩個禮拜就會離婚 被人家講成這樣我就覺得 我應該不能再過一樣的生活 所以那時候很特別 我一結婚了以後 從此以後我就比較沒有再 再去那種場所 去的時候也不會特別喜歡 會很特別 還不錯耶 所以沒有特別為這件事情 就是感覺不舒服 說老公老師在外面玩 就沒有這種事情了嘛 但到後來是身體出了狀況 有一次就是要考 警察大學的考試 但是當天就頭非常非常的痛 前一天就頭很痛 考試考三天 我住在飯店爬都爬不起來 所以三天都沒有考完 三天都沒有去考場 都在飯店 痛到這種程度 痛到這種程度 然後同事把我 就是用浮的把我浮回來 就到醫院去檢查 就用斷層掃描 發現我裡面長了一個瘤 所以這個神經內科的醫師 就是我非常確認說 這個是一個瘤 但是不知道是惡性還是良性的瘤 然後就告訴我 而且還告訴我說 千萬不要脫 這個脫會有危險 所以當下我真的非常非常害怕 結婚的時候 教會有送我一本聖經 那你在教會結婚的 所以過去就從來不翻了嘛 就是人要死而你也不知道 到底還好可以活多久 所以就是想找 可以讓自己活下去的機會 所以也就害怕就去拿了 就很特別 就拿了聖經 就到實際醫院 一到醫院然後就 住到醫院裡面去檢查 住院的過程當中 是每天跪在那個床上 然後又很怕被 妻子看到我在哭 我是蓋著棉被 那邊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所以也很特別就 就讓我看到說 我的生命要死的時候 我就看到 真的只能夠陪我的 只有我的老婆 就躺在那個很硬的木板當中 我看著她睡覺 然後就流著淚 就是說主啊 可不可以給我機會 只要讓我活下去 健健康漾又從醫院走出來 我絕對會 這輩子只愛這個女 要好好的 好好愛她 愛她這個女 你求你給我機會 如果你讓我活著走出去 我一定把我的全 我一生通通都奉獻給你 然後讀到 讀到約束雅記一張九節裡面 你當鋼強壯膽 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慌 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 耶和華你的神 都必與你同在 所以當我讀到 這段聖經經文的時候 就好像我抓到 我生命當中一個伏幕 可以讓我活起來的一樣 因為在這七天裡面 這個震撼教育 每次做 這是住院七天的時候 住院七天 然後你做各式各樣的 侵入事情的檢查 都要簽切結束 對我來講那個是很震撼 我就覺得 我的生命竟然掌握在別人的手裡 就是那種簽生死狀的感覺 簽生死狀 所以每次在簽的時候 我都在發抖 有一次我醫生就 就把我推在開刀房 那個針頭 它不需要埋在你的 這個屬性部的這個動脈這邊 然後放這邊 然後它就會 要 會用一些染劑在你的頭部 所以醫生講說 待會放一些染劑會痛 突然之間它就放一點點 我就身體會 會不自動地動 有時候不是放一點 就突然之間一半不會 你沒有辦法思考 然後你感覺 比如說另一邊 你可以感覺到 可是另外一邊 你卻感覺不到 有時候放的時候 會刺痛 然後整個手指就在那邊發動 就在那邊抖動 這時候它突然覺得 人真的非常非常地渺小 我在整個當下 讓我看見我過去 我們常常以為自己 都以自己的想法 只想滿足自己 可是當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就有很深刻的體驗 當然 很深很深的體驗 梅玉你自己的心情狀態 其實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才結婚一年而已 該不會就 先生就走了 是 真的會害怕 因為我想像說 接下來的日子要怎麼辦 其實心還是滿難過的 對 可是看到他這一個禮拜當中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當時的感受 我覺得說 很捨不得 然後當時他看到 就拿著聖經去醫院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他是要找到一個東西 然後來幫助他 然後可能 心裡就在想說 是不是想要找一個安定 讓他心思平安的 所以其實當時有看到他 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覺得說 信仰這個部分真的是 應該是可以經歷的 心裡面會想 就是會 跟神尋求說 就是要救這位先生 那國姓那七天出現出來後 你的腦瘤後來檢查 其實基本上到第五天的時候 我的裡面就有一個底 我覺得我可以平平安安的走出去 為什麼 因為差不多到第三天的時候 其實腦就已經沒有那麼 就是你的頭就已經沒有那麼痛了 第七天醫生就宣判 那個 胡先生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知道你的身體狀況 所以他就把我帶到他的診療間 然後就非常 語氣非常 很嚴肅的跟我講說 胡先生 上天真的很恩待你喔 你剛好呢 可能是你的這個腦呢 這個血管裡面呢 可能有血管瘤 而剛好他出血的地方 剛好就是 就剛好出血的地方呢 是在感覺神經 這個血管瘤可能破了 出血的地方呢 是感覺神經 不是運動神經 所以你感覺神經出血才會那麼的痛 如果是運動神經出血的話 可能你就 可能講說你的 可能有一些 有些器官就會受傷 所以上天很恩待你 要好好的過生活 所以我裡面就非常確信說 神讓我非常健健康康的 沒有吃任何的藥 然後就從這個醫院 那那個腦瘤不還在嗎 就是他們後面發現那個 那個是一個是 出血的血塊 所以他也沒有做任何的處理 所以當那個血自己 自體吸收掉或消化掉之後 其實就沒事了 然後出血的地方剛好又不在 那個比較會影響到生活的 是… 所以就這樣健健康康的走出來 那七天神特別為你安排在醫院 所以你出來之後 你對於要回教會或信仰 你一開始有什麼樣的 所以當我出來的時候 我就非常非常確定 神給我一個機會 所以我就開始就到教會去 當時我妻子還在認為說 可能是 我是要去那邊把妹 可是她就觀察我 觀察我一年 一年後 她也就到教會 她就覺得我生命整個 完全改變一年 很確定的觀察一年後 她就到教會去受洗 所以你發現這一年 她有什麼不一樣 喝酒常常就不去 可是她不喝酒就不喝酒 對啊 就是從出院那一天 她就開始不喝 我發現我跟她 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人 然後 可是我卻從來 不是想去了解這些 然後就常常就會用 我自己的質疑為是 看待她 所以神學院 對我們夫妻來講 很重要就是 我們重新的認識彼此 尤其是 當我回到台中去服侍的時候 她就成為我 真的成為我 很大很大的幫助 吳國慶在生病時 經歷上帝奇蹟般的醫治 也促使她 有想讀神學院的念頭 但為了家中經濟 她遲遲無法決定 直到44歲那年 毅然的走向傳到人之路 她的信仰 有一個很大的 應該說是有一個厚度跟深度 是因為她的母親 她的母親 是一個非常敬虔的 也非常愛祖的姐妹 那國慶她從一回來以後 其實還沒有那麼清楚的時候 我知道有人在為她祷告 她一直以來就有全職的呼召 可是她放不下 她在她當警察的那段時間 她猶豫好幾次 這樣子來來回回 有很多次耶 所以我看到她真的是 下定決心 要願意去讀神學院 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終於鬆了一口氣 因為她走進她生命當中的呼召 她的母親還有她的妹妹 是非常敬虔的姐妹 一直在為她祷告守望 你借歌手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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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信仰以及神學院的課程教導 讓胡國慶更加明白 基督的愛能改變人生 因此與太太攜手 努力共傳福音 還在當誰決願呢 每個禮拜坐車回來台東 來牧養大武福音中心 那能夠買到車票 你們都知道非常不容易 很多人為了買台東跟台北的 火車票都非常不容易 你看看師母這個時候 每一個禮拜負責幫她搶車票 她每一個禮拜回來 從來沒有請假過 其實在這十年來 很多孩子能夠去讀書 是因為她來支持的 然後他們有些人到外地去 到高雄去讀書 到台北讀書 他們有些時候想要回來聚會 我知道有一個人 當年在高雄讀書 每一個禮拜坐車 回到台東聚會 是他一直默默地為他出交通費 在支持著很多這些弱勢的孩子 那你進去教會之後 整個人就穩定下來了嗎 我整個就開始穩定下來 那有什麼時候開始才想到 他說要去念神學院 其實你從醫院出來的時候 因為就好像我自己跟神 我這一輩子就完全舒服你 所以我就準備要讀神學院 那等到先生確定要去念神學院的時候 你這邊的反應有怎麼樣呢 因為神學院說 如果師母不跟著先生一起去的話 他沒辦法畢業 所以有這樣的規定 靈神的規定 就是我們已經結婚的這些 準備去讀神學院的 妻子也必須要吃掉她的工作 那真的就是要付出代價耶 真的不當然是代價 對…要為這個要付出代價的 那你們真的也做了這個決定 後來你也真的就跟他去念書了 因為過去就是上班的時間 有時候他是白天跟夜晚的 上班時間是輪子 對…有時候我白天上班 他在睡覺 要不然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在上班 所以我們很少有交集 對…所以會進到神學院之後 我們會24小時在一起 會看到所有的缺點的時候 就覺得說這個人怎麼這樣 就發現說…好像重新認識一遍 對…重新認識他 對啊…就是還蠻特別的 所以那段時間你的夫妻感情是怎麼樣 我在神學院剛好上了一個叫 夫妻成長的部長 就是要跟妻子一起去約會 強迫一定要約會 而且出去外面一定要找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你們在談的時候 不能談家事 不能談服事 只能談我跟他的事 然後每到那個時間的時候 因為要教功課 每個人都要…我要寫報告 他也要寫報告 這個報告要一起交給老師 所以就對我們來講 就一定要出去 然後再透過這個面談的過程裡面 老師面談我們兩個 我才發現我完完全全不認識我的妻子 我們是在那個當下 我才知道說我的妻子她的想法是什麼 她的壓力是什麼 從她家庭來的一些觀念是什麼 我發現我跟她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然後…可是我卻從來不是想去了解這些 然後就常常就會用我自己的自以為是 看待她 所以神學院對我們夫妻來講 很重要就是我們重新的認識彼此 尤其是當我回到台東去服事的時候 她就成為我真的成為我 很大很大的幫助 那這服事其實也還滿特別 您剛開始服事的工作就是… 是青少年是不是 一剛開始 之所以服事青少年 也是因為剛好是教會的青少年小組的輔導 她大學生從台東大學畢業了 沒有人服事 牧師就在台上講說 有沒有人想要服事青少年 然後如果是你 你的心臟就會噗通噗通噗通的跳 當時我在底下還在那邊笑 拜託 心臟沒有噗通噗通的跳就死了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會噗通噗通的跳 所以這個事情大概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都沒有人去回應 有一天牧師就看著我說 國慶你禮拜六有沒有空 我說我有 我放假 你來教會一趟好不好 然後你看我怎麼帶青少年 我說OK啊 陪你啊 我就看著他帶青少年 他帶完以後他就看著我說 國慶你有沒有看我怎麼帶 我說有啊 以後這個工作就交給你 我怎麼帶你就怎麼帶 然後就這個青少年的工作 就交給我 那你怎麼可以接 就很特別就有人介紹 當時在花蓮琳琅堂的一個 做青年的 現在是在投誠 琳琅福音中心的牧師 他就跟我們分享 做青少年可以溯溪 可以垂降 還有利其穎 就是所謂的體驗式教育 然後可以幹嘛幹嘛 我一聽了以後我就覺得很興奮 而且台東有很多環境 可以適合做這些 所以我只要放假 吃完早餐 然後就分分兩組一個溯溪 一個垂降 這個我們曾經有這樣做過 帶了一陣子之後 你跟青少年之間的關係 或你看他們的眼光 會不會也比較不一樣 就很多很多的靠近 就是因為透過苦難裡面 然後彼此冒險的裡面 彼此看到彼此之間的個性 所以在台東可以做 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原來看青少年 不知道怎麼去帶他 但後來有了女兒之後 其實也會有更多為父的心 是啊 一個為父的心在我裡面 也是幫助我怎麼牧養青少年 真的 我記得有一次 這是互相的 我女兒就生病 我們那時候去印尼 去參加一個特會 女兒生病 然後就是因為沒辦法 我們機票都買了 飛過去 結果女兒反而更嚴重 就肺炎 天啊 所以我在那邊 就電話打過去說 我女兒住院了 所以當時也沒有辦法 很快的回來 當天我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直接 因為沒有車可以到台東 我們包車直接從台北 就從那個旁邊中正講 直接回來 回到醫院的時候 我看著女兒插著很多很多的管 我不知道那時候 裡面就有一個很大的 我就看著我女兒 就在那邊一直流淚 一直流淚 一直流淚 所以很特別就是 讓我有一個為父的心 就是看待自己的孩子 所以相對的也讓我知道說 我當我在看待這些青少年的時候 就用一個為父的心 能夠看待這群孩子 那在這個服飾當中 所以美玉妳也是配搭一起嗎 配搭 那妳主要負責的是 哪一個部分的服飾 我主要是協助國慶 對 幾乎它像活動啊 或者是行政的部分 像事前的育工啊 都是把它做 那妳在這個服飾搭的過程中 妳自己有沒有一些領受 或是不一樣的感動 因為經過就是 就是在神學院這樣子調適啊 就是說 也是找到一個方式 就是怎麼調適我自己現在的身分的時候 我覺得說 我應該要怎麼去幫助我的先生 所以之後回到服飾合場的時候 就覺得說我應該 就會找到一個方向 也找到一個方式 怎麼幫助我去協助他 對呀 我覺得後來再繼續 在服飾過程啊 在協助他的時候 我會 所以就不會像以前那麼排斥 對 可能過程讓妳們兩個也更同心喔 會不會 會比較同心 會比較同心 所以目前還是主要就是 在青少年服飾的這個部分 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哇我看妳生命也是真的很大的變化耶 對啊 然後一路整個人生哲學 及時行樂到後來 就變成一個傳道了 是 這樣想起來真的是很特別 在妳身上做特別的事情 是 當回過頭當傳道人的時候 我才發現 原來我過去的經歷 包括當警察的經歷 到現在我當傳道人的時候 我才發現 我可以很快地加輕救手 為什麼 傳道人做的 警察很多的時候是在做的 真的喔 對 比如說家暴的問題 對… 車禍什麼東西 這個都對我來講 就很加輕救手 更況還有之前那些 我們所謂喝酒的經歷 所以我可以更用不一樣的眼光 來看待我們一些弟兄姊妹 因為台東很多弟兄姊妹 是喝酒的 酗酒的 是… 在我們身上也曾經經歷過 像這樣一個軟弱 所以就不會用一個有色的眼光感 所以我覺得上帝很特別 好像我們生命當中 去經歷一些不好的東西 感覺上好像是經歷不好的 好像是拿了 我們手中是拿了一個很不好的牌 可是在神的手中 卻是可以把這些不好的牌 成為得勝的牌 我相信神呼召我 到進入到我職場當中 就是要讓我們 能夠在台東這塊土地 能夠對台東的土地 百姓能夠有所幫助 也能夠見證它的榮耀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是 對不對 那美玉呢 最後的分享 神真是可以依靠的 然後恩典真是夠我用 然後過去還沒有信主的時候 在工作職場上 我覺得每次工作的時候 都覺得很疲累 然後你到禮拜六 禮拜天 我覺得還要進到教會的時候 我就會說 為什麼還要進教會 可以休息一下嗎 對 我覺得我需要好好休息 可是後來慢慢被調整之後 我覺得現在就是進到教會 服飾 我覺得會讓我在職場當中 所有的疲累都讓我卸下 對 現在服飾我覺得都很 覺得說都很簡單 就是很簡單的服飾 可是讓我很喜樂 對 會讓我很放鬆 會讓我在職場當中 所有的壓力 所有的重擔 一進到教會我就覺得 會讓我很開心 所以享受到在信仰當中美好 是很真實的 對 而且我今天聽國慶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就是有一種 一直感覺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神所做 真的超出我們所求所想 而且那個時間點也很特別 因為你看你在那個醫院那七天 也不早也不晚 就在那個時間點 然後串遣你後面的服飾 他就是要在那個時候 然後在你生命當中 重新的調整你 然後讓你重新的 的檢視過你的生命 然後為了接下來 他要帶你去的路來做預備 謝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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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機對許多人來說 是生命當中一次特別的經驗 但是對基督徒而言 神機則是上帝在我們一生當中 工作的痕跡 在今天我們聽見國慶的故事 哇 唱歌贏阿妹 很多人很羨慕 不是在卡拉OK KTV裡面 是真的比賽 我們在國慶弟兄的生命當中看到 在年輕的他走年輕旅程的時候 他實在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有能力的人 不可惜的是 他一直是一個不太有目標的人 坦白說在他生命的前半段 許許多多的決定都是在逃避 他可以知道有一些是他不要的 但是真正他要的是什麼 又未必那麼清楚 當了警察的他 其實並不是那麼享受警察的工作 總是朝九晚五做完該做的 他就過他自己 他始終在想他自己 但卻一直沒有找到 上帝在他生命當中 那個真正預備的方向跟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生命也有很多的時候 我們是由許許多多的決定造成的 而這些決定 不一定是從內心而發的決定 這些決定可能是被環境推著走 你不得不做的決定 甚至可能這些決定 是為了我們逃避某些壓力而做成的決定 一直到他的生命 來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 是健康出了問題 是腦瘤的問題 而是這些限制 讓國慶重新思考 到底我的生命 該為什麼樣的標杆而奔跑 難道我只是在逃避一些我不要的 然後我就能夠走到 我的人生真正所想要的嗎 上帝為國慶預備一個愛他的太太 沒遇見 上帝為國慶預備一個新的眼光 一段全新的人生 這個全新的人生 讓國慶不只是那一個以前愛唱歌的他 也不只是那一個有警察工作背景的他 而是上帝把這兩者結合 放在他生命的這個階段 如今他服侍很多的青少年 過去生命所走過的荒唐的歲月 生命所面對的挑戰 如今都成為他服侍年輕人 非常重要的資源 他過去當警察陪伴的就是人 一個又一個有問題犯錯的人 而如今他面對眼前的年輕人 也像是過去他在當警察的時候 所要處理的問題 相去不遠都是人的問題 但是今天的他已經有完全不一樣的眼光 因為神已經為他預備一個標杆 是引導人來到耶穌基督面前的標杆 親愛的朋友 如果你還在找生命的目標 我邀請你今天和我做一個禱告 是因為耶穌為你所良定的目標 在今天你能夠真正醒悟 我們一起禱告 親愛的天父謝謝你 我們的生命裡 你為我們預備許多不同的恩賜 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才幹 主啊這些不能完全等於我生命的全部 究竟我的人生該往哪裡去 恳求你幫助國慶的恩典 在今天也臨到我們眾人 讓我真正知道 我不只是為了別人而活著 我不只是為著我不要什麼而活著 而做決定 恳求你為我打開一個生命的眼光 看見你為我預備的標杆在哪裡 好讓我能夠朝著那個美好的標杆前進 神願你幫助國慶的恩典 在今天也幫助我們眾人 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 Amen 這樣的朋友 神願你看見耶穌這一路與你同行 並且看見那前方為我們預備美好的標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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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